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22日下午的3点78分 这个是一平台,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今天广州的温度好像没那么那么热了 因为我看到夏天气息预报 说这个冷空气今天到达了广州 就使得现在广州的天气十分的凉爽 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而且的话这个风也挺大的 吹起来特别的舒服 不过的话我感觉这种天气可能只维持一周时间吧 一周过后广州又恢复到30多度的天气 按照以往的经验 广州想变连爽的话要等到12月份 我现在广州立湾区的 立卧山路 在对面那里就是广州的沙面了 广州沙面可以说是广州一个很有名的景区 由于这个沙面在过去的话是一个租界 因此的话这里面有着很多一些欧式建筑 这些建筑的话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 十分的精美 因此的话这个沙面都被以为是万国建筑 娿力。。。 现在这个沙面已经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广州旅游 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进去参观的话是美门票的 跟厦门古乱鱼一样吧 美门票的 不过厦门古乱鱼要买床票 这里的话不用买床票 因为这个沙面岛的话 是的 这个沙面的话也是一个岛 不过的话这个沙面岛 离大陆比较近 所以的话不用买票 不用买床票 这条路叫做十八普南路 在沙面的那一边 就是广州的租间了 是的 这里的话是比较靠近租间的 极限距离大概也就 两公里左右 哇 这个很多一些中药材 什么灵芝 柔汉果 陈皮 哇 一股很大的药材味 燕窝 冬层夏草 据了解的话 这个燕窝啊 它是没有什么功效的 燕窝说白了 就是燕子的口水 口水的话 能有什么功效 可能是采摘的比较辛苦吧 这被资本捧成为一个什么 支补品了 正所谓 物以示为归嘛 经过资本的宣传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支补品了 可能功效是有的 不过的话 应该不大 很多东西都一样的 这些功效不是很大的 但是经过基本的宣传 就慢慢变得很珍贵的商品 这条叫做清平路 这条路的话是卖各种的中药材的 不仅这条路吧 这一带都是 这一带的话被誉为是广州的中药材批发市场 这些动物也是 看到没有 都是各种的中药材 广式糖水 南部军 陈皮 这个陈皮的话有点贵 陈皮好像是按年来收费的 越久的话越贵 我在广州区看到一个陈皮啊 好像是08年的吧 它卖到了 1000多块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的震惊到了 如果是要98年了 那不得上万块了 哼 太夸张了 陈皮说白了 不就是举起皮吗 功效有是有 不就是清热解毒吗 为什么这么贵呢 难不成吃了 还能防老黄虫吗 这里是广州市中医院 看前方 都是各种的中药材店 看都没有 什么药材都有 这条路叫做朱吉路 切药材 这些药材的话 既可以批发 也可以零售 这就是零售价 不过的话 零售应该有点贵 药材都没有便宜的 所以说做药材成益的话 还是挺暴力的吧 这些的话 很多都是养籍 不可能是野生的 野生的话很贵的 哇一股很浓的药材味 可以看到这里挺多人的 因为在前方那里的话 有一个地铁站 叫做黄沙站 也正因为这样 很多人下了地铁啊 就直接过来了 就使得这条街比较多人 因为这种店的话 一般游客都不会买的 所以的话 他们也不适合 玩什么零售 主要就是搞批发的 华州菊虹 我感觉这种街道的话 比步行街啊 还要有意思 因为步行街的话 只是简单的步行街 但是这种市场街 也可以了解到 不同的行业的信息 也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的话 这种街道啊 在广州有很多 在前方的不远处 就有一个广州时尚行 那一代 就是服装批发市场 等等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来广州绿湾区旅游的时候 可以到附近走走看看 会看到很多一些 很有意思的市场 天马 陈皮 这些中药材 在我们国内的话 这个市场啊 还是挺大的 它里面都是 买了很多 这些都是零售的 现在也买了特强一家吧 哈哈 好了 容易市场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